第七十七届联大会议举行期间,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演讲时表示,德国希望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并为此做好了准备。德国愿意首先在2027年至2028年作为非常任理事国,以承担更多责任。然后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舒尔茨请求各国对此予以支持。 但是,德国认为自己可以入常的理由很牵强,安理会的制度应适应21世纪的现实,而不应该停留在30、50甚至是70年前。也就是说五大国一致原则应当被改变,让更多国家加入安理会,而德国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。 这些年来,做入常梦的国家不少,印度、日本、巴西。还有在2月4日举行的非盟大会上,南非、钢比亚、乌干达也要入常。 每年总有国家要在联大会场过过嘴也,但日本、印度的调门是最高的。 与这两位相比,德国相对低调,他在2007年之后就搞曲线入常。 虽然德国对战争罪行的认罪态度,远远好过日本,但德国有恢复政治大国的野心,不甘心只拥有经济大国身份。 德国对其野心长期进行层层包装,以消解欧洲对他的疑虑。 2005年7月3日的时候,普京和德国总理事罗德、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俄罗斯的斯维特洛格尔斯克举行会晤时,俄法就公开表示,支持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。 当时的背景是法德共同反对伊拉克战争,俄罗斯则支持欧盟独立性。 9月,联合国讨论改革提案,新增六席常任和四席非常任,常任不拥有否决权。 德国似乎有了一丝希望,但意大利却跳了出来,反对德国入常。 因为欧洲已有两位常任了,德国再进去,那我意大利岂不成了三流国家? 不能忍。意大利之前认为,自己才是最有资格成为新进常任欧洲国家。 但1990年德国统一后,经济实力很快就甩开了意大利。 意大利虽然入常无望,但能阻止德国,那也是件很快乐的事。 它和韩国、阿根廷等国搞了各咖啡俱乐部,发展到一百多个国家, 专门阻止新常任理事国出现,做人嘛,最重要的是开心。 2005年,德国的打包入常计划被意大利破坏后,2006年,欧盟成员也对德国入常也持消极态度。 2007年11月7日,美国总统小布什出来公开反对德国, 他说虽然德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,但我不会支持除日本以外的某个特定国家。 这是美国政府的长期方针,今后我们将继续这一立场。 上任不久的默克尔也清楚, 德法的支持是因为断定美英会否决德国, 反过来,当美国支持德国时,俄罗斯和中国也会否决德国。 默克尔不得不改变了施罗德积极入常的路线,选择了曲线入常。 只要把法国忽悠成功,德国至少能分享常任理事国的权利。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苦心经营, 德法作为欧盟双核在许多问题上都保持一致, 特别是斡旋俄乌之间的克里米亚冲突,获得成功。 同时在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上, 德国顶住了美国制裁压力,按计划进行施工。 这两件事让德国显示出了, 它在欧洲影响力和一定的独立性。 德国认为曲线入常时机已接近成熟。 2018年6月26日,默克尔在欧洲议会选举讲话时表示, 法国应当分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, 欧盟设立由十个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, 通过法国的安理会权力, 发出一致声音, 让世界走向新秩序。 法国政府没有什么反应。 11月28日, 当时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, 在柏林红堡大学发表演讲。 他把话说得更明白, 德国呼吁法国放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, 转交给欧盟, 以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力量。 我知道说服巴黎并不容易, 但这是大胆且明智的目标。 舒尔茨建议让法国成为欧盟常任联合国大使, 以此保持法国的荣誉。 欧盟将如何行使常任理事国权力呢? 德国人的方案是由各国轮流代表欧洲, 或者建立一个十国委员会。 这是德国对法国的一场道德绑架, 如果法国不答应, 那么他就太自私了, 格局不够大。 所以法国人马上做出了反应, 法国驻美国大使阿诺德发推表示, 这个建议在法理上与联合国宪章相左, 不具有政治上的实际操作可能性。 法国媒体反应非常激烈, 表示对法国驻联合国使团来说, 这绝对是一个可耻的想法。 不过法国总统和总理没有直接回应此事, 想让这件事平息下来。 德国当时是联合政府, 总理默克尔是基民盟, 副总理舒尔茨是社民党, 但两人基调是一样的。 这跟现在德国政府三党各说各话完全不同。 有意思的是, 刚刚脱欧的英国反应却很激烈。 金融时报等大报网站上的留言, 全是抨击德国人的。 走欧盟的后门构建德意志第四帝国。 就是说德国企图在用武力手段征服欧洲之外, 寻找另一种手段。 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, 劝法国放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? 一是以共同利益之名, 说服欧盟各国一起向法国施压, 让法国处于舆论下风。 二是英国脱欧已成定局, 德国可以避开为什么不选择英国的质问。 三是安理会改革声浪不断, 德国在2019年将成为非常任理事国。 四是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, 欧盟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 象征欧洲永远要团结在一起。 所以法国很难大发雷霆。 以欧盟知名篡夺法国国际地位和特权, 这条路走下去, 欧盟将变成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。 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款规定, 只有热爱和平的主权国家才能成为会员。 非主权国家无法成为正式会员, 欧盟只是观察员。 因此欧盟必须改变性质。 其他四个大国也未必会阻止法国将席位让于欧盟。 联合国宪章没有规定说, 常任理事国不可以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和特权。 德国人算计是相当长远的, 并且务实。 他既可以分享法国的地位和权力, 又可以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。 德国如果走直径, 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 这个难度则要远远大于忽悠法国佬转让席位。 美国是神经刀, 克林顿1999年支持过德国。 小布什上来却反对德国入常, 奥巴马态度模糊, 克朗普不谈这事, 拜登上来又改口支持。 如果2024年美国总统换人呢? 美国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 英国可不想看到欧洲大陆出现两个常任理事国。 俄罗斯支持德国, 因为他断定美国会否决。 如果德国倒向美国, 俄罗斯就一定会反对。 中国从来没有支持过德国入常。 并且在2020年12月16日的联合国会议上, 德国代表吴端指责中国, 阻碍为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救援。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姚绍俊警告德国, 德国在安理会的表现, 不符合世界以及安理会的期待。 他强调, 德国通往常任理事国的道路将会是困难的。 只要有一张反对票, 德国就没戏, 更何况可能有五张, 再加上意大利等国拆台, 德国单独入常机会为零。 他唯一希望就是说服法国, 默克尔这十几年就是这么设计的。 法国虽然不会支持德国曲线入常建议, 但万一将来法国圣母新爆发呢? 德国并不是没有机会。 舒尔茨现在跳出来说什么德国准备好了。 纯粹是在表现本届德国政府的愚蠢。 拜登前天在联大发言时称, 美国支持安理会增加常任理事国, 我认为联合国是时候成为更加包容的组织, 更加有效地对现代世界的需要做出反应。 国务卿布林肯, 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, 也在不同层面推动安理会改革。 舒尔茨如此高调, 说明美国很可能给了德国某些承诺, 让他就建立了自信心。 但美国只是将德国当枪使, 用来对付俄罗斯, 美国要拉拢更多国家在安理会围攻俄罗斯, 一步步回掉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权力, 企图强行修改联合国宪章, 彻底改变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。 但西方有句老话, 上帝欲使其灭亡, 必先使其疯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